由文化部、外交部合作办理的台湾文化光点 是在加拿大卑诗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 举办了形、无形台湾当代艺术的灵性世界 展出了七位台湾艺术家的创作 包括泰亚族的编织、简纸、细有雕刻等艺术作品 台幕茶会上更有数百人出席 是为台家两地的文化交流再写新页 在朱文哥华办事处协助下 以收藏原住民文化文明的卑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展出由文化部与外交部合作推出的台湾文化光点计划之 行、无形台湾当代艺术的灵性世界 开幕当天共吸引两百多位嘉宾丽临 这次参与的七位台湾艺术家 有安利给怒、蔡嘉威、邱宇文、李俊阳、图维正 有马达禄和瓦利斯拉拜 其中有四位为台湾原住民族 他们穿着传统的服饰出席 希望借着展品与自身的示范 为加拿大民众带来真切的台湾原民文化导览 他们能够来到这边把我们台湾文化 跟我们当地的朋友们 特别是在整个嘉西地方最有名的博物馆 人类博物馆能展出 正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在这边的高兴 这次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 这次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 主题与形式各意齐趣 包括透过数位影像处理 与科技装置进行的艺术创作 瓦利斯拉拜的影像艺术 以及透过身为一位老师 寝思对同学的身教责任 蕴藏对教育体制批判的 《夫子跳漫坡》 另外还有高高悬挂的泰雅族编织作品 生命的回旋 丰富题材展现台湾当代艺术的火力 我们台湾文化光点 在我们文化部跟外交部的共同合作之下 我们在全球重要的几个机构跟学校 那都是经过挑选 而且他们所提的计划 能够充分的传达台湾文化的优点 以及在世界上跟其他的先进的机构 或者学校做一些学术交换 或者是文化的交换 但这些是我们最希望文化光点计划 能够达到的目的 大型装置艺术则有 以白色简纸和大型布曼 搭起的迷宫《水姑娘》 其中所要传达的深意 除了有对自然的崇敬 也有疗愈心灵的启发 我的作品其实都是一个 从观察自然里面万物的线条的一个连结 然后其实它是看起来像人又像一个 其实反过来又像一个植物 它是一个万物连结的一个象征 也像水一样 它是小到可以进入到每一个细胞里面 可是它又可以聚集成河川 像或者大海 另外用200个雕刻玩偶 布置而成的细友舞台《庙》 可以一窥台湾早期民间风情 布袋细友从日本兵 警察到形形色色的半夫走足 展现出作者对社会的观察与关怀 这个展比较像是我从过去到现在 所做过的一些事情 然后一直整合出来的 就是我生计我庙 因为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庙一样 但这个庙可能不是大家在拜的 而是你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一个空间 那孜孜节节的那些 现在看到的传统布袋戏 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装置的那些 雕刻也好 或是后面的绘画也好 它就是让观众可以去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进去的东西 行 无行 台湾当代艺术的灵性世界 是台湾文化光点计划第二年的焦点活动 透过与国际各学术机构的合作 推广台湾丰富的文化底蕴 也为台家文化交流 迸出新火花 台湾宏观电视李中恩 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